到酒吧时 冯天林已经在了 就他一个人 他的未婚妻姚芝芬去了京城 听说正跟自己的老爸身边 学习经济学 林锦宏在冯天林的对面坐下 冯少 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啊 冯天林呵呵一笑 林少的鼻子果然长啊 远远的就知道了 正月初三 我跟芝芬在京城举行婚礼 林少是一定要到的哟 对了 红包要大一点啊 请帖在车上 等下交给林少 林锦宏朗声笑道 冯少 终于还是耐不住寂寞啊 我还正想着 你们准备在什么时候结婚呢 既然冯少结婚 那红包自然是要大一些的了 冯天林约林锦宏来德赛龙酒吧 绝对不只是为了说结婚的事情这么简单 这只是一个借口而已 而且林锦宏也一直在等着冯天林约自己出来 乡省的事情始终是要解决的 现在冯天林的叔叔冯通正在乡省可以算得上是焦头烂额了 烦不胜烦 可以说冯通正对乡省已经基本上失去了驾驭能力 造成这个结果的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唐家的施压 二是林锦张祥的捣乱 三大家族同时向冯通正施压 冯通正又是善于守城的人 能挺下来 那才叫怪事呢 冯系对乡省的政策调整 这是必然的 林锦宏也在等这个结果 毕竟他已经准备要扶罗菲上位 其他的嫡系成员自然也要动一动的 冯系的乡省政策调整 跟他的目的是一致的 林绍说实在的 我还是很好奇 你也来过酒吧三回了 可从来没有见你上去跳过舞 难道林绍真的不会跳舞 这可跟林绍这个全能天才的身份有些不符啊 冯天林抿了一口酒 笑着向林锦宏道 说完眼睛转向舞池上 看着来来回回扭着舞步的少年少女 林锦宏微微一笑 冯绍 这个全能天才倒是挺新鲜的 估计是刚出炉的吧 不过跟我可搭不上边啊 不跳舞是正常的咯 你不觉得我们跟他们已经有了宏大的代沟吗 人已经老咯 他边说边指了一下舞池上的少男少女们 虽然也有些中年大叔在上面扭着 但那样的情况并不是很多 林锦宏并不老 才三十岁 可以说是正年轻 只是他混官场久了 人没老 思想却显得老态了 这是国内官场的厉害之处 林锦宏指着舞池中的手指 突然停顿了下来 看了一眼冯天林 冯绍 英雄救美 有没有兴趣啊 不如上去试一下 冯天林愣了一下 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 见两个男青年 正一左一右 将一个女孩子夹在中间 舞池的灯光闪烁昏暗 但以林锦宏的眼力 还是能够看得出来 那个女孩子是个美女 两个男青年用自己的身体 不时地在女孩子身上擦过 而那个女孩则左冲右突 想要离开 却始终被两个人夹着 冯天林是不想管这些事情的 毕竟现在自己是锦城副书记 也偶尔会在大庭广众直下露脸 如果被人认出来 一个市委副书记跑来炮酒吧 还上演一出英雄救美 传出去 不知道大家会如何作响 官场上的事情 实在不能以常理去推断 但现在林锦宏既然发话了 冯天林自然不会拒绝 不是林锦宏身为林溪接班人 也不是林锦宏是省委副书记 而是因为冯天林不想 剁了男性的尊严 如果有美女都见死不救 那还是男人吗 因此冯天林咬了咬牙站起身来 大有一副荆轲刺秦的状势 一去不复返的状态 林哨 这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 就交给我了 身为男人 岂能有美女见死不救 林锦宏目瞪口呆地 看着冯天林的背影 用手拍了一下额头 冯天林还真是够可爱的 林锦宏看着冯天林上了舞池 静止向那三个人冲去 强行用身体挡开左边那个男青年 很快的 整个舞池就因为冯天林的 这次英雄救美行动而大乱了 林锦宏摇头苦笑 起身顺势抄起了一条啤酒瓶子 大踏步地走向舞池 分开在外围围观的众人 里面几个人正在围殴冯天林 看着冯天林的身手还算敏捷 应该是练过几天散打之类 怪不得刚才敢毫不犹豫地上去 英雄救美呢 没有三分三不敢上梁山呢 只是围着他的男青年 可不只有两个 而是五个 显然这些人都是舞池的常客 也是有组织的团伙 专门猥亵那些单身女孩子的那种流氓混混 五个围殴一个只学个几天散打的菜鸟 其结果自然可想而知了 从林锦宏起身到舞池这么短的时间 冯天林已经挨了好几下 林锦宏面目有些猙獰 突然一个加速 拎起啤酒瓶 就向其中一个男青年的头上招呼去 砰 一声清脆的啤酒瓶爆裂声 震惊了当场 所有人不由自主地停下了手上的动作 如看怪物一般 看着林锦宏 就连冯天林也不意外 林锦宏虽然用的是啤酒瓶 但是手劲控制很好 那个被砸的青年晕倒在地 但不会有任何危险 林锦宏悠然一笑 丢掉了手中的半个瓶子 向冯天林道 冯少 下次大家最好带上家伙 否则就美不成 反遭大祸哟 他说完转向那个女孩子 下次不要独自一个人来酒吧 这里可不是这么好玩的 那女孩子灿烂一笑 我就知道你会出手的 好了 你们都给我滚远点 不要让姑奶奶再看到你们 敢对姑奶奶动手动脚 下次姑奶奶再看到你们 就剁了你们的第五支 女孩子不是别人 正是省委常委大院的赵小妹 曾跟林锦宏有过一面之缘 后来想借林锦宏的大旗狐家虎威 却正逢加州师范学院 发生车祸事件 林锦宏匆赶回了加州 使她的打算落空 没想到今天晚上会在酒吧里遇上 听她的口气 显然早就已经看到林锦宏了 冯天林惊讶地看向林锦宏道 林少 你也太不够意思了吧 你自己的朋友竟然让我出手英雄救美 这可是赤裸裸的利用 我不管 下次的红包要再大一倍 赵小妹看着林锦宏跟冯天林两个人 林锦宏是省委副书记 她是从朱明月那知道的 但冯天林是谁她却不知道 不过冯天林跟林锦宏能这样说话 说明来头也不小 川省什么时候出了这么多年轻官员了 林锦宏没有立即回答冯天林的话 突然一个转身出脚侧踢 将一个欲出手突袭的青年踢飞 她原本还以为这些家伙 是赵小妹故意找的托 现在看来显然不是 她对赵小妹的大胆还真有点佩服了 林锦宏三下五出二 将几个还不死心的家伙一一放到在地 才拍了一下手 拉了赵小妹向原先的位置而去 现场响起了一阵阵掌声 赵小妹眼神是越来越亮了 人帅年轻 家里背景深厚 又是腹部级官员 身手好得不得了 这样的男人简直是极品啊 赵小妹眼睛滴溜溜地转了一下 突然道 林少 要不我做你地下情人好不好 赵小妹此话一出 林锦宏一个亮枪差点摔倒在地 冯天林则暗自感叹林锦宏太有女人缘了 同时感叹赵小妹简直是女人中的极品 回到位置上 封天林忙指着赵小妹问道 林少 这可爱的女孩子是谁家的小女孩啊 她倒是浑然忘记了刚才说的 被林锦宏利用 要林锦宏红包加大一倍的话 对赵小妹是颇感兴趣 看赵小妹的表情 是应该知道林锦宏身份的 林锦宏笑了笑 将赵小妹的身份介绍了一下 又给赵小妹介绍了冯天林 两个人才恍然大悟 赵小妹一听林锦宏说起冯天林 她立马知道对方是谁了 刚才林锦宏叫冯天林为冯少的时候 她没怎么听清楚 要不然她刚才就已经猜到冯天林的身份 赵小妹在林锦宏面前 看着像小太妹说话好像百无禁忌的样子 但跟冯天林寒暄时倒是一本正经 有模有样的 性格显然具有多面性 赵小妹跟冯天林寒暄完 将视线重新投向林锦宏 林少 刚才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 要不要我做你的地下情人 我这可是认真的呢 冯天林见她旧话重提 而且十分严肃地说着这个显得很滑稽的话题 终于还是忍不住笑喷了酒 林锦宏暗自苦笑 抿了一口酒 将赵小妹搂着自己胳膊的双手推开 小姐 你身份证有了没有啊 她显得有些郁闷 没想到今晚出来喝杯酒 竟然喝出个地下情人来 赵小妹撅着嘴 借 小看人 我都上大学了呢 你说我身份证有了没 一点诚意都没有 上次说要带我半猪吃虎的 结果半途跑了 这次来锦城 要待一段时间吧 可别想着说话不算话啊 将上次的那个承诺补上吧 虽然没有明月节在 但有我陪你 还是一样的 有些小胎妹性格的赵小妹 林景洪应付起来还真的难以招架 偏偏她看着赵小妹也没有什么反感 如果是一般女人这样跟她说话的话 林景洪虽然不至于转身就走 但绝对不会多理 或许赵小妹性格跟林乔贤有几分相似吧 都是那样的活泼 她才不会反感 林景洪指了指旁边目瞪口呆的冯天林 找冯少吧 冯少这人帅 而且又是锦城市委副书记 最适合半猪吃老虎了 找他保准没错 我这几天呢 估计忙得脱不开身 哎 林少不要搭上我啊 赵小妹明明是你的仰慕者 自然是想借机跟你待在一起啊 冯天林忙摇手不迭 她伸手看了一下手表 哎呀 时间不早了 该回去了 林景洪自然不会让她就这样溜了 只是她还没有出生 便见刚站起来转身的冯天林 又苦着脸重新坐了回去 哎 现在这世界实在太疯狂 总是有人不知死活啊 见冯天林这么说 林景洪恶然抬头 见是刚才几个男青年去而复返 而且还带了一帮子人来 其中一个头上缠着洁白的纱布 林景洪冷笑一声 不知死活的人多了 这个世界才会精彩 冯少 要不要报警啊 我们出手好像不怎么地道 这么多人看着呢 冯天林苦笑一声 林少 报警就免了 人家警察已经到了呢 他边说边指着 走在那五个青年人旁边的两个人 他们是市局的 我前次见过他们 还有点印象 不知道他们认不认得 我这个市委副书记啊 希望认识 让我亲自说出 我是市委副书记这话 总觉得有些别扭 让别人觉得 我这是仗势欺人呢 冯少不必烦恼 这个扯着虎皮做大旗的事情 我最在行了 到时候交给我就行了 林景洪得意地笑着 不知道他的人 还真以为他喜欢 扯着虎皮做大旗呢 其实他自己那张虎皮 比之冯天林那张更大 更具有震慑力啊 赵小妹见林景洪两人 谈笑风生 他也是一个 唯恐天下不乱的家伙 自然不会害怕这样的场面 反而隐隐有些兴奋 鼻尖都有些通红了 老蔡 就是他们 妈的 活着不耐烦了 连我们也敢打 给他们一个教训 让他们知道一下 锦城到底是谁的天下 一帮子人来到林景洪三人的身后 那个头上包着洁白纱布的家伙 拿着一个顺手 从旁边桌子上抄来的啤酒瓶子 咔嚓一声 敲在桌上 只剩下半截 指着林景洪的脸 嚣张的道 那个满是玻璃茶的半个瓶子 距离林景洪的脸 只有不到三寸 随着他的手的舞动 冯天玲和赵小妹两个人的心里 扑通扑通的跳着 如果真的让那个家伙 半个瓶子插在林景洪的脸上 那可就是吃不了兜着走了 包括所有人在内 林景洪倒是没怎么紧张 他完全有自信 在那个家伙发动袭击后的半秒内 将那个家伙再次踢飞 或者是再赏他一个空瓶子 这就是身为高手的自信 当然不远处的安天还坐着呢 那家伙终于被林景洪 那不闲不淡的眼神激怒了 本想看林景洪几个跪地求饶的 可现在人家尿都不尿自己 这如何让他不怒呢 乘客 他们好像要干架了 要不要去制止一下呀 如果真的在酒吧闹开了 恐怕会对我们生意有影响啊 老板知道了会不高兴啊 门口两个保安 见里面火药味已经很浓 其中一些客人更是匆匆地离开了 其中一个胆小一些的保安 向对面的保安问道 别急 也不看看是什么人 神仙打架烦人遭殃 那个家伙上次打了高齐生的儿子 都一点事情没有 可见是有背景的 于梁少就不用说了 就算老板来了 也不知道该怎么做的 何况我们这些小小的保安呢 还是安心地看着吧 看热闹最爽辣 另一个保安 指了指林景洪身旁的冯天林解释道 他的记性看起来很不错 还记得上次在门口林景洪跟高湘云抢车位的事情 经他这么一提醒 另外一个人也立马想起来了 原来是没有人的 他叫作人生去 你有没有人的 我对你的胸图 你们成功 还真是倒下 出品了 咀嚴重